欣雅有什么打算吗 其实啊 我把店结束之后 我就待在家里 我是行不住的 所以最近我跟欣雅 想找一个适合的地点 准备开一家照相馆 很好啊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尽管开口 还早呢 谁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变卦 我跟欣雅真的很难说 对了 你跟你先生呢 最近还好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 我跟欣雅 最近变得很难沟通 光是为了交流晚安的事情 我们就吵个不停 更别说可烦 只要我一提起她 她就会大发脾气 她甚至希望我赐掉画廊的工作 全心全意照一家 反正我们一见面 不是吵个不停的 这是无话可说 我真的不希望这种情形 再继续这样下去 我想我是可以谅解你现在的心情 家里接二连三的 发生这么多事情 复习之间吵吵闹闹 也是在所难免的 我倒是有个建议 你不妨听听看做个参考 你知道小别盛心昏吗 以你们目前这样的状况 可不暂时分开一阵子呢 这样给彼此一点空间 不但能疏解彼此紧张的气氛 还可以让大家静下心来想一想 难道你们有想过 如果你们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也许有一天 会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 其实我有这样想 只是我担心吵儿 我怕这里的他又是一个打击 你们就算分开 也只不过是暂时性的 吵儿他长大了 他应该会谅解你 是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 还有克凡的事 虽然我是个外人 我知道我实在不应该多说什么 但是我实在忍不住想多说两句 其实克凡他挺可怜的 从我认识他以来 我就看得出 他这个人根本没有朋友 表面上他是蛮开朗的 可是内心里却有很多 看不到的烦恼 所以啊 他常常借酒浇成 借着酒精来发泄情绪 其实他活得很痛苦 一点都不快乐 你现在看到了 可以走了吧 不要再喝了 你喝醉了明天还是会醒过来 为什么要这样 醉生梦死的过日子呢 不要喝了 你把水底喝坏了 真假不会因为这样的同情 你原谅你 你们之间的问题 还是得不到解决的 还是得不到解决的 谁让你原谅 谁让你同情 你为什么要对我 你为什么要照顾我 你是不是看我现在可怜 你是不是 你给我滚 我不是可怜你 我只是同情你 不管你是这样的兄弟还是他的朋友 我都不能眼睛睁看你伤害自己 不要再逃避了 逃避是没有用的 我不逃避我怎么面对我自己 我现在只是借着这个来逃避 他现在是我兄弟 我做了这么多的坏事 因为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凭什么要你们来原谅我 发生了这么多事 要这样原谅你的确是很难 可是你至少可以努力 你可以试着让他去了解你的苦处 今天不行还有明天 明天不行还有无数个明天 你一天一天的去世 总有一天可以办到的 接下来你希望我能原谅你阿姨 对我们来说这些很困难的事情 可是我们不会因为这样 就不过生活了 我心里有很多烦恼 可是日子还是要过 我等多久 我等三十几年了 我等多久 结果呢 结果一错再错 我错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变对自己 你走开 你走啊 你走啊 我是傲人我是罪人 你走你你走啊 你走啊 谁让你来的 你来的是什么 我来干克凡 克凡又不着你关系 你给我逛出去 你看看他 你看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你知不知道你毁了他 你毁了他 你毁了他的过去 毁了他的未来 你毁了他一生 你他可害了他一辈子 你毁了他 你毁了他 你让他走吧 你还怕他说话 你这个女人 你究竟什么剧行 跑了我们家来挑拨师妹 你想陪人家的人报复我 是不是 你收下 这每个人都跟你一样 只想要怎样去报复他 可凡他不是呢 他没办法像你一样 满脑的仇恨 可是你毕竟是他阿姨 你从小把他带大 他没有选择 所以他只有逃避 还有你这个阿姨 这是他自己生最大的不幸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 你你欺骗他太多太多了 你以为可以骗他一辈子吗 你让他幻想 他母亲是个受尽委屈的女人 他爸爸是个对不起刘家的父亲汉 你把你自己一乡情愿的想法 全部灌输给他 你要把他绑在你身边 让他一辈子离不开你 你太死了 你根本不会做一个长辈 滚 滚 滚 我今天看过客房了 你干嘛要怎么做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不要管这个事情 你怎么听不进去呢 我听麦里说他最近状况很不好 所以我再去看看他嘛 你不要他喝酒会有多凶 再这样喝下去啊 他身体早晚会受不了的 你去劝劝他嘛 我说过我不会去看他 他要怎么样是他的事情 与我无关 你这样恨他 不让你好过一点吗 难道你要像他阿姨那样 带着憨子过一辈子吗 你不要拿我跟他相机辩论 你如果坚持要去看他 那是你的事 你不要告诉我 我不想从你嘴里听到任何有关他的事情 你看你看 我们现在想要静下心来好好谈一件事情 就这么困难 再这样下去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还可以谈什么了 那就别谈了 我睡 我睡 我们分开一阵子好吗 什么 只是一阵子 让我们都沉淀下来 把自己调整一下 你干嘛要这样子 没错我最近是忙了一点 那对这个家伙还是很关心呢 考虑清楚 我们再这样下去 对彼此只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所以你要分开住 不是我要吗 你看不出来吗 我们现在根本没办法达成共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最近不管做什么 你都觉得我不对 像婉儿的事情 客帆的事情 真的你要求我辞职 如果你是我 你会怎么想呢 我会这么做也是不得已的 那是因为事实上环境需要嘛 我只知道婉儿现在需要更多的照顾 所以我才建议你暂时的辞职 妈最近情况好不容易有点启事 这个家更需要有人来照顾我 为什么要牺牲我呢 就算我继续工作 我还是可以照顾好家里 你不在的时候 我还不是想把家里照顾得很好吗 你的心情我知道 我完全了解 总得有人为这个家牺牲吧 当然我不是说一定要你牺牲 但是现在这个家只有我们两个人称赞 我也希望能够全心全意照顾他们 那你要我放了公司的事情不管了 这个情况你要我怎么做 你为什么不能交给我来做决定 你今天把这个家交给我 就应该信任我 不要说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你说妈跟婉儿 看着我们成天这样吵吵闹闹的 他们会怎么想 我也不希望这样吵吵闹闹 可是事实摆在眼前 我们就是会吵啊 那就不要吵了嘛 我们不要再吵了嘛 睡吧 我到晚上睡了 我给你提的问题 我需要你仔细讨历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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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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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要问的话 就说我到南部出差 C định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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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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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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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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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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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看 观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看看 观看看看 阿姨现在好孤独 好孤独 阿姨现在真的就像行尸走了 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 你怎么能先跟他过这样的水子呢 他妈李万一 你帮他阿姨等于就帮克凡 再怎么说 他还是你的弟弟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原本 当我知道克凡的身世的时候 我真的为他叫起 我也真的把过去所有的不愉快 都忘掉了 我脑子里面是想该怎么补偿他 该怎么为爸爸去赎罪 可是当他告诉我 工厂的火使他放 爸爸使他害死的时候 我突然不觉得他可怜 我也不觉得我需要弥补他什么 更何况是那个毫无人性的优胜 不要紧 不要紧 因为我要被绑掉的时候 我准备人心里容不明的恐惧 几乎快要崩溃了 你说我 我怎么可能原来刘盛南 可是时候我想通了 这些都是上一代恩怨带下来的结果 要无故地下一代受到伤害 这样对吗 你不是常叫我 把过去的事事非非 都随着爸爸一起埋葬吗 知道吗 你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难道要我来听你做吗 再怎么说 我只是雷佳的媳妇 你才是雷佳未来的关键 我再好好想一想 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事件事 一个女人为了维护她的家人 不许牺牲自己 一生的幸福来换取 这不也是一件值得感动的事吗 柯凡跟她也相依为命了这么多年 她不能改变她阿姨 又不想违背自己的想法 在这种情况下 她能怎么办 你变了 这两天啊 我一直尝试着要把过去的你 还现在联想在一起 可是我约这么做 我约觉得自己不够了解你 我觉得自己被你遗弃 我觉得自己被你遗弃 你放心 我现在啊 心懂得就放开心胸 试着去体会你的想法 因为我真的不能失去你 我约是这么做 就发现我越来越喜欢 现在这个有逐渐 有个性的 这件事情 我会认真地想一想 都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会把它想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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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救救客饭 救救客饭 余阿姨 余阿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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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留在这里 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家里就麻烦你了 好 好 好 奶奶你不要一直按啦 那部日剧不会重播的呀 奶奶看我妈喜欢看的嘛 奶奶没吃点吗 我来了 奶奶给我啦 给我看了 给我看了 什么事 她们两个还好吗 情况已经稳定了 不过还要在医院再观察几天 等过两天我再去看她们 你原谅她们了 我当然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局 但是你要我在这么短的时间身体做决定 太为难我了吧 过一段你再说好不好 好 那我回公司去了 华儿 爸爸走了 妈去 这样 晚上就留在家里 好吗 这阵子我想了很多 我为了上一代的恩怨 跟你闹成这样的 你去从来都容忍我 不跟我借家 这一切我都看在原因 如果我还在那继续闹下去的话 就太不尽情历了 我夫妻之间说这个干嘛 你以为这个家付出的也够多了 如果我再不能体谅的话 我还有资格做你的丈夫 这个家你照顾得很好 我一直都还没靠上你 那过一阵子 那过一阵子 我儿的情况稳定一点 我一定安排一个假期 我们好好度个假 这次我绝对不换 我走了 回来吧 这个家需要一个男主人 还是过一阵子 等我们两个都真正的偏会以后 不用你说 我自己就跑回来 大家睡吧 爸 你不要再走了好不好 拜托你不要离开我们了好不好 你要去大陆是不是 我不要去大陆了 爸 我真的好想你 好想你 好想你啊 好想你 爸 睡衣还在吧 睡沙发真的不舒服 爸 好想你 这次是 我可以做一个 我肯定是 我们的说话 我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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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肯定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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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你也要坚强地活下去 生命是你自己的 人生也是你自己的 我们谁也没办法替谁过活 再见 再见阿姨 再见 我会时时刻刻记得你 你永远是我最好的阿姨 我心里的母亲 你永远是你平常担心 是要想心还是不听 恶得要看是谁 你要去哪儿 你还要躲到什么时候 让我走 我有我的打算 你走了 你一定会后悔 你还就你这么一个亲人 你怎么忍心看着他为了你 连活下去的重心都没有了呢 再继续留下来 只会让所有人都痛苦 所有人都活不下去 知道吗 有什么活不下去的 有什么活不下去 爸已经走了 只剩下我们兄弟两个 如果我们再不能互相依靠 互相扶持 还有谁能让我相依为命 我已经不在乎过去所发生的一切 难道你不能忘了 让我们再回到以前的日子 好 谢谢 我也带阿姨谢谢你们 但是我必须离开 我需要一点时间整理我自己 祝福你们 客官 谢谢 我馊子 我需要的 谢谢你们 我给大家看 我带一个 后来 你认识 我给你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